欢迎回来目前的比分是苏州KSG 1比0暂时领先 而且算是一个大翻盘了 对 其实对于GK来讲的话 他们那套阵容就是像跟评论机讲的一样 他们应该去做线 对 但是他们想的应该就是我 因为他们如果要是做线的话 蒙田阵容冲他们的高地是很好冲的 所以与其说我在做线的过程当中 看能不能让篮子这个地方 找一个小的节奏点 如果我们就赌一波 那个上关丸没有跟纳可露露在一起 他如果单杀了纳可露露 他如果单杀了纳可露露 上路大桥直接给一个船 可以把上高给偷了 对 然后甘家莫也在下路牵制 直接用远距离的剑牵制 然后我在上路就可以偷个高 其实这个就是抉择嘛 就是博弈嘛 对 就是博弈 然后蓝丽王确实到了后面 有点难打纳可露露 他那套技能打完就算大招照上去了 纳可露露贴身一个二技能回口血 那是够的 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的BP 大桥 盾山 佛山第二阶GK是选择来到蓝色方 快手是肯定不会畏惧弓门武藏的 快手毕竟有一手梦奇打工本 也是第一个选出来用梦奇打工本的 对 我就说苏州魔术队嘛 苏州魔术队 苏州KSG 正面打不过这破塔 猪八戒 还有背面呢 而大桥跟盾山都被GK给搬掉了 处理掉了 对 然后这把的话 佛山第二阶GK还有公孙黎在的 或者说他也可以拿一个像孙上香之类的 现在前中期进攻系比较强的一个射手 顶着弓本武藏拿了双恢复啊 是真不怕假不怕 弓本的这个重伤是完全可以克制掉孙并的这个时光回溯的 因为他是蓬蓬的弓弓子 双刺杀 他不选梦奇 他在这个位置先不选 马可 难道是想要用这个孟奇骗GK一个班位 可是感觉 一星玩得好 马可波罗很难打的 我们在这个赛季也看到过 一星把马可波罗打碎掉的局都有 因为现在马可的各种技能都会被打断 对啊 他一技能只要被一星的二技能拉到了就断了 上来直接孟奇搬掉 那就是用孟奇来骗你一个班位 但他用孟奇来骗一个班位 用什么打野来去替代孟奇 我们之前看过镜 或者是有一些相对高爆发的 我不等你刷新自己的一二重式和减一二技能CD 就不让你黏着我打 云英搬掉了 高爆发 哇 这两个班位 哲教是厉害啊 最近比赛没少看 他只能拿镜了 是的 搬掉了云英 搬掉了孟奇 之前有队伍拿出云英来克制这个攻本的 对 下午还不错 对 下午还不错 就我不依赖回复嘛 我用自己的步顿 对 搬掉了孙强箱搬掉了公司 你保留一手马可波罗 然后这把马可波罗还能做转线 换到上路去打 然后进加猪八戒加上孙病应该就是想着 就我在前期就把你攻本五脏 当成一个纳可露露这种弱势也来打 前期直接打得凶一点 然后有孙病在猪八戒可以直接带惩接 完全可以 但是如果猪八戒带惩的话 这套阵容的开团是否稍微弱了一点 就有孙病嘛 要补个稀施 稀施一补 就算没有稀施的话 他可以在这局比赛再来个像铺之后这种嘛 也行 对 也可以开的 然后孙病二技能提速 也可以让猪八戒在无闪现的情况之下 也好碰到对面 容易框到人 对 而且孙病大招也能开团 对 大招沉默范围比较广 然后适合在狭小地形上打一些交火 对 但是佛山DiGGK这里给自己选择的一个设施 是加罗 这把加罗 打马可还是挺舒服的 他很想着这局比赛 我让加罗在下路先做个抗压 你马可波罗在线上也没法跟我打对线 然后具体把张飞解放出来 然后保护着一星前期的一个弱势 和宫门五藏前期野区的一个弱势权 然后保持这两个中野 能够在前期度过之后 他们知道阵容的强势期就来了 宫门五藏到四级 然后加上一星有大招 然后蒙田到四级 这道阵容也不缺伤害 完全可以 就佛山DiGGK这个阵容的话 它就是双前排 坦度足够容错率非常高 对 而苏州KSG他要充分利用好孙并这个英雄 他要打得足够灵活才行 对 然后这把猪八戒没有在逞接 孙并带来逞 双逞够了 然后猪八戒保了一手闪现 做一个开团 来 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蓝色方佛山DiGGK 红色方苏州KSG 我是小鹿 我是瓶子 这局比赛看到了阿泽的猪八戒 今天我们评论鞋有阿泽的猪粉 李久 也在 然后百兽的蒙田 在本赛季是四战四胜 百分百胜率 又是对抗路的两个 非常自信的英雄对抗 都是胜率很高的英雄 对 包括一曲的西施 但这个赛季也是一度拿到了百分百胜率 现在是八战七胜 都是高胜率英雄对抗 当然了也是因为这两个队伍前面的赛程 他胜率总胜率都很高 对 没错 只要胜率高 什么都高 队伍胜率高什么都高了 其实这两个队伍 要论他们的上一次交手 要回溯到21年的秋 常规赛第一轮 那个时候都在A组 对 二年春季赛 两个队伍是分属于不同的组别 但是在去年 这两个队伍后来就已经擦肩而过 对 去往了不同的方向 但现在又重新都在S组 没错 GK是从A组杀上来 然后K自己从B组完成三级跳 在S组交手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两个队伍都在往变好的方向 在共同成长 对 开局比较平稳 前期这两套阵容 进野区的概率都不大 两边的阵容都需要发育 两边的打野都是这种偏刷型的打野 然后马可这里摇四分半之后 才说有机会 马可波罗这局比赛 难受 想一想 我这个线吧 换不行 不换也不行 这里张歪被定身了 动手打一套 压惨 弓梦五丈来了 给了一个重伤挂上去 挑飞起来 再粘 对 追着小A打 身上有红buff持续的减速 但小A的技能快好了 二级能开起来 回头再给一个雷 这个雷没挂到阿改 然后上路阿泽拿到线权 把摆设给逼了回去 对 这个意思是 小九先想 我换线换到上路去 我要是前期 我前期也大概会杀不了这个蒙田 然后蒙田到四级 我马可波罗也打不了蒙田 但是我猪八戒放到下路来 我猪八戒也是劣势 那不如让我马可承受一切 让猪八戒上路 好在打个优势线出来 小九冒号问号 为什么突然让我承受了一切 在下路的话 你吃点苦就吃点苦 但毕竟你是发一路的兵线 是 但是你在上路的话 你同样也讨不到什么甜头 对于马可来说 又不是非常吃等级 他要吃的是装备攻速 我觉得他们也是充分信任 小九的个人能力 下路来了比了木兰一个闪 是的 你看也不是不来帮 也不是让他承受一些会分担的 肯定要来的 孙病加西施嘛 跑酷组合 有孙病的二技能 对 支援效率很高 这个这种打就是个灵波 还有拉扯 他这一波来逼一个闪 下一波再来的话 如果是两分钟之内 那孟兰接下来对线都不能出塔了 马可波罗也四级了 带着晚星来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 那这波晚星四级的蓝buff 有点极可威了 一心外面军星 把其实给框了一下 是的 但这波蒙田过去一枪 再来一枪 一决的闪金被打出来 蒙田还来一枪 再接一个一闪吗 这是 这才三分钟就在防御塔下打 摆收这波 直接在中路强换一曲啊 老实讲也没转 没转 这个龙还要让 这波龙不好说 看能不能抢 抢到了 而且是清风一新的龙 对 孟兰在给个二技能进步之间 将攻击五弹的大招击飞起了 小A 将小A收下 这样就转了 这就转了 这就断掉了 这波想往前拉一技能 调到往回 马可波罗一头一技能接大招 转脸 这是没有闪现的孟兰 还要点天生 再一下又收掉了一个 让人都全部给到了西施 已经给框面击去框一下 再给个二技能挂解 中马可波罗直接位移过去 再就是一技能 有被动冲发出来的 小就想追 他在等一技能的CD 再来一个二技能 贴到了脸 出发现二技能过强 无情抢下人头 小九这波团战 三个助攻 全被中上拿掉了 那这样的话 刚佛山DK中路的这一波团战 所有建立的优势 又全部被打回去了 经济也被 苏州KC实现了反超 好不容易 GK这波 在中路完成了 对中路的一换一之后 然后还抢了一条龙 还拿了一个头 对 眼看着好起来了 然后这波打完 苏州KC换一条龙 其实我感觉 佛山DK自己是有意识的 而且轻功也绕了一个圈子过来 但是没想到小九打得这么果断 前期线上被压的一个马可 直接无情转打 对 看一下回放 这波 在下路打起来的时候 中路又爆发了一波击杀 二杀一 苏州KC在上一场比赛 和武汉E4大PRO的交手里 打出来的进攻性就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的GK一定要小心 而且我觉得苏州KC可怕的是什么 就看似他上了S5三场都是连败 但是他在不断面对到S5强队的时候 他还不断进化跟学习 是的 他是在一直进步的 而且这个赛季他们在阵容上的创新度要比所有的队伍 我觉得是可以排在前列的 又是悬侧又中单大桥又是孟奇打工本 对 又是哪吒哪吒算了 哪吒搬掉 扣掉 哪吒哪吒没见过啊就不提了 解说实施预测两边是55开的 离旧革命里看了服人 DRGGK陈桂和银卡看了是苏州KSG 对 其实GK这道阵容真的蛮好的 但是他们要打得再稍微稳定一点 要保着孟岚来打 对 因为他们的几波两小波吧 还是对于对方的一个懈怠吧 我认为在视野上的一个懈怠 黄田直接开到往前顶 上去顶第一枪 一曲残了 顺便二级能给他拉走 其实第一波在中一塔下方打的那波 稍微有点急了 毕竟还有防御塔保护机制的 对 张飞大招也喷出来了 但这波猪八戒是一个老单位 赶紧往回跑跟不能挂上大招 猪八戒 血量有点回不上来 阿德倒下 这就是宫门武藏队回血英雄的克制 受容太好了 终于线抢完 孟岚这里的蓝量也打空了 就回下线 不好持续追击了 换线了 除了开气把小九转到上路去 应该是开始要让他拿红了 下路加罗有闪现 不是很好搞他了 这下塔就放了 网球就保红 但看一下下一波佛权第二季 能不能控制这个红 快手 他中路这一波团 老实讲 是有一点被佛山GK这个阵容给限制住了 这个阵容一个蒙田往前一架 你是追不上去的 加上张飞那一口吼 把阿德的猪八戒 给吼脱节了 还有异心 把他身后的人全部吼走了 还有异心在 所以这双三反手英雄 导致苏周 KSG这个阵型 拉扯不开来 这就看小A了 他的二技能 嗯 就有点难拉扯 说白了还是真的很难拉扯 他们知道这种 如果真的要想强冲的话 不是很建议 还是建议他们围绕着一曲来 对 包括现在要保一下小九的红buff 嗯 所以 基本上 苏周 KSG都把 所有的人员部署在了上半区 对 让婉欣去清下线 嗯 吃塔刀就好了 因为 GK这个阵容 只有一心能够留人嘛 其他人 然后购门五脏的追上去 但是如果婉欣在吃塔刀的话 也不很好强杀 你看 其实这一波幻境呢 就可以看出苏周 KSG其实不好开 嗯 他不好开 孙病的大其实已经沉没到人 然后其实也拉到了蒙田 但是是个蒙田 怎么办 打还是不打肯定打不了啊 你这个阵容猪八戒进去 会不会顺秒的 对 身边是攻门五脏 你回不了血 身边的二几点抬了也没用 五秒足够杀一个猪八戒了 阿泽现在装备里 就一剑半红脸斗篷 加一个神医斗篷 嗯 阿凯这一局热点多 一直在中下中下跑 全部在下半场 对 保着孟兰 这局比在拼大合 拼到后期他们是不虚的 我感觉佛山DATGK 对苏州KSG的一些数据 都做好了充分也就 因为苏州KSG就是一个 暴军控制率非常高的队伍 主要就是前期围绕下半场来打 因为打架 嗯 重点是他们拿到了暴军之后 有伤害加成 有一个多点弹胜 对 打S组的队伍 你就一定要跟他干 嗯 红buff 红buff 主动进来 砍掉了 没给马可波罗 这波还想往前追 想留人 但是蓬蓬盯住了婉星 婉星不敢进场 很难保 对 马可波罗打蒙田 也消耗不到 蒙田君把他的一技能全挡了 他只能普攻 是的 慢慢A 其实一技能拉到 但是个蒙田 想想也算了 现在马可的这个一技能 包括他伤害也就打打这个张飞 下下血线是可以的 现在战场在哪儿 是GK说了算 不是快手说了算 看百兽蒙田这个大架在哪儿 哪一座塔下 现在你要是想的话 从我的视角来看 KSG这局比赛想赢的话 那就是选手们的手法取胜了 其他方式 如果你真的要是拼5v5 如果是在同样的发挥和层次 成绩上阵容层面 还是GK要好打很多 就跟上一局比赛的阵容一样 上一局比赛 说说KSG他们一套阵容 在面对到火山GK的情况下 只有GK的大桥神级发挥 才能够打赢上一局比赛的阵容 这一局比赛同样的 这一局比赛想要表现得好 那一定是伊曲啊 婉馨啊 包括小九 这三个人神级发挥 但婉馨这把其实有点忙 他要顾着发育 要盯住蓬蓬的一个位置 重点是现在小九 他没有办法越过百兽这堵墙 然后其次婉馨又被蓬蓬给盯住了 然后阿泽的猪八剑呢 看着这个一星在这里 他也不是很敢上 不好开 对 他如果上局一星给个大招 张飞回头喷个大 所有人都离他远去 第二波红八副又来了 啊 猪八剑见面就被打残 阿泽一技能做一下回个血 婉馨这波看在百兽的状态 似乎也不是很敢进 不好进的 而且蓬蓬大招一直捏在手里 都没有放出来 红八副一直被拉脱 是的 但这波吸尸一技能掉到了 加罗 是的 加罗直接被秒掉 八割叫穿大招 还是一曲啊 没站住啊 这波 是的 但这波攻击武装进去 给个大招击飞起来 两个人 阿泽若馨先行倒下 但蓬蓬也倒了 小九 直接追着打 是的 点掉了阿改 再用一技能扫一下百兽 但清风用二技能之间拉到了小九 这波中路的兵线残血 一塔是退不掉的 但可以直接进到对面的红 拿一个红buff 我还得是你一曲啊 这一波 人群之中拉到了最关键的人 是的 这把唯一的希望 就是一曲的西施 但他就是完成了这一波 不可思议的操作 你再看阿泽的位置 阿泽和小九 拉到一瞬间 这两个人毫不犹豫 对 一起上 全技能 这真的是没办法 孟兰恩的站位 已经跟队友站得很紧了 又是一技能掉到了 这是一个没有大开大的蒙田 被马可一个大街一个异技能融化掉了 扫死了 是 其实 否删第二季GK这个阵容 前面屏次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他们是一个打无敌大反手的阵容 是的 但是刚刚哪怕是这个异星的外面阵局 包括这个张飞 太快了 一瞬间开自己人一拥而上 嗯 重点就是什么 苏苏KS用自己的红buff钓鱼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鱼钓的是孟兰 对 GK谁都可以吃这个钩 唯独是孟兰不能吃到这个钩 是 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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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看他最后一下AA掉换位能走吗 轴路又拉到了 是的 孟兰又到了 马可波罗T点拽卡大招 回头再来一下 0换3 二塔也可以破了 是的 要一波了 要一波了 这波蒙田觉得有大弹下路是一个双龙 而且是双满血龙 而且是暗影之境有拆塔速度加成 阿凯还没有大招 摆手只能交一个大 但似乎不敢顶这个龙 阿凯已经拉进去了 把人先赶开 是的 一个人拦两个 招飞有大了阿凯能不能喷出来 先给一个护盾 再给给大家喷到了三个人 猪八角二锦的八人 全部冰头上墙 这一波想要等清风和孟兰复活 但是已经抗不住双均牌 双双倒下 直接把龙运进去 12分20秒钟的时间结束这一局 让我们再次恭喜 苏州KSG 2比0 闪电战啊 一曲MVP 这两拉关键之拉全部都拉到了这个加罗 是的 太拿了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一曲的西施 就只有他能够拉到孟兰 把孟兰拉出来 把他们这个核心大C给处理掉 太精彩了 今天的苏州KSG 我觉得他今天前面三场不是一个连败 他就是逐渐在学习 是的 他进化了 这个阵容 佛山GK我已经想不到他们怎么输了 老实讲 双前排 三反手 大核心 对 还有一个也和双四杀 曾经双四杀的公本五藏 不愧是这个赛季8战7胜 现在是9战8胜的西施了 是的 太厉害了 自信英雄 而且苏州KSG完成了自己的三级跳 我觉得他接下来要在S组 可能要再大展一番拳脚了 没错 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 同时要给佛山GK加加油了 到对手的赛点局了 要冷静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心态 没错 大时间给到评论系 好 我们再次恭喜苏州KSG 拿下来今天的第二局比赛 这场比赛在下面 其实我们看的真的非常的激动 因为打到这个后半段阶段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真的解法很少 只有这个西施 结果他像一个魔术师一样 他变了魔法出来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 有点小无解 其实我觉得他拉张飞跟拉那个蒙田 没什么用 就拉蒙田的话 其实蒙田他有这个霸体 他会往回退 随便拆火 对 随便拆火的人多了 随便就是你突破不了 就我们在中期看那个中路马可波罗 感觉一直在打伤害 但是又无伤大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问题是其实他没有在 他没有闪前拉 他就是在人群当中 五人当中 默默地拉到了孟兰的加罗 对 这个就很神奇 就其实你单说这个阵容啊 拆火怎么拆啊 蒙田张飞能拆 然后龚本也能拆 其实一心大也能拆 一心大 一极了加罗二技能都能跟你拆一下 但就是这个马可 其实这局没有什么作用的 正常打对 对线也不好打 发育也没有地方发育 发育也很难 对 而且如果红被反了 这局其实他红马可也很危险 确实也被中间被 确实断了节奏点被反掉了 就但是 但是就说但是 就英凯说唯一只有一种解法 这个解法 他理论上来讲是很难很难 几乎不可能的一种解法 很苛刻 就是必须拉到加罗才行 苛刻的条件 就如果你说教练这把布置的时候 这把啊 我们就这么打啊 一会儿把 教练说你一会儿那个一曲 你把那加罗给我拉回来 我把他杀了 这个不合理 你知道吧 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教练的 就是说我期待着你去在这个时候 形成这样的高光操作 但就是没办法 就是这个人他从上次打的时候就发现 他的这个稀释啊 太有东西了 有东西真的有东西 也是沉淀了比较久的选手 虽然说大家可能现在才刚刚对他 对 开始产生这种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他已经慢慢在下面沉淀了 很厉害 大家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叫陆希法 你知道吧 也是从这个队伍出来 这个选手很厉害 这个选手当年啊 你知道吧 就是什么绕后7SE各种 KP啊 一元猛将 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过啊 我有一3D 叫一曲 万君从中取敌将手机 如碳能取物反掌观文 你知道吗 讲的就是这种人 直接掉过来啊 把对面的大射手拉自己家来 你不讲道理啊 对 这个其实马可如果红背反的话 是非常难打的 但是因为他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那闪都不交 你就是来反红嘛 当然 这个也不排除加罗站位 有点靠前的原因 当然 如果交闪现给你拉过来 主要是他不只拉中这一波 他后面还拉中了 他是连续拉中 连续两次 让大家觉得这已经不是一种巧合 变成一种硬技术硬实力了 其实孙敏给他这个加速也很关键 对 然后一个沉默 再拉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等于说GK今天摆了一套阵容告诉你 例如我有马可 我有张飞 我有蒙田 我有珈罗 然后凯特就 我有义取 我有义取 你有脾气 你没脾气的 你被这种方式击败也没脾气 因为他们不是战术上失利了 对 这操作上你真的没有办法跟他抗衡了 就一个人的操作跟意识 直接把你的团队的布置全部打碎了 对 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一点 因为其实我看到中后期我觉得 3KG已经很很难打了 就是已经处理不了了这个团队 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吧 你只能就是说吧 吹爆 这种就比如说 今天我跟你说你在看一本小说 那个小说作者给你写的时候 选了个这个阵容 怎么赢的主角过来 哐哐哐 主角光环套身上 当着蒙田张飞的面 差不多这个意思 把珈罗给你拉回来杀了 你在下面的书评一定是 你有没有玩过游戏 今天他跟你说 产生了就可以 没办法 就是只有说在这种情况下 逆境造英雄 就是所以说 为什么我最近看他们比赛的时候 给他一个外号叫魔术师 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我们看篮球 magic each 对 就是像变魔术一样 会实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场面 你会对他会更有期待了 看了今天的比赛之后 他之前的比赛其实也是这样 他那天比赛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队伍的节奏 他不光在小叶一边的手上 就是当一曲也能够出来 他的蓝领 他的这种中路特别厉害 他能带节奏的 他们的节奏点独孤 就很强 所以他们这一场 魔术秀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通过一段语言回放 来听听看吧 对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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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准备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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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撒 回家 arrays 找那些 我还有一场 来 我 拍了 来 我拍了 找咋要 我很好 碰碰碰 绑本 我发现就是每一个队伍 在变成顶级枪队之前 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 这个语言功能的 比较混乱的一个时期 一般人是这样的 慢慢打 慢慢打 慢点打 慢慢打 慢慢打 就是越来越快 这跟平老师刚才最后那段 团战的一样的 都可以邀请过来 我们可以试试 GK一下 当然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未来电力旗舰成就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用机iQ10 越想操控开启电竞新体验 峡谷商店随心买 最强神装自带完 感谢KPL年度合作伙伴 交通洋信用卡的支持 扫码开通交行信用卡 KPL英雄卡面任你挑 毫礼已就位 前往万豪旅想家 微信公众号 或微信搜一搜 点击菜单栏 旅想荣耀加入会员 即可畅想 全球30个酒店品牌 超8000家酒店 兵分礼遇 更有机会赢取荣耀水晶毫礼 那在目前的比分看下来 苏鲁开机 而比分明显 这个 是在大家的意料之外的吗 杨洛老师看来 不在意料之中 没有想到说 苏鲁开机 既然今天这场比赛 迅速拿两局 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是 他们粉丝比较担心的时候 因为看着先拿两局的局太多了 因为他们之前的习惯是先赢两局 然后打满 总比先输两局好 对 我觉得起码 现在肯定是积极向上的 很舒服 你是怕被打满 打满也是赛点 他现在手里三个赛点 机会也在手里掌握 就是肯定心理优势肯定是要有的 现在 反倒是对于 虎鲁第二次GK的话 就有点小压力 我这个阵容 我打成这个样子 都能输 其实还很难受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看一下 虎鲁第二次GK的调整能力 对 包括你看苏鲁开机 在每次2比0领先的之后 本来是一个优势 希望他们自己心里 不要有太多负担 好吧 稍息休息 期待他们后面的表现